好 吉安乡公所村干事赖庆贤 张晓明 高国润等三位即将荣退 那么他们的服务年资从38年到42年不等 一生服务奉献社会 那么乡长游淑珍是亲自颁发公在吉安的匾额 期许退休之后的同仁能够有健康的身体 陪同家人开创另一段乐活的人生 吉安乡公所村干事赖庆贤公务年资42年 高国润公务年资41年 而张晓明的公务年资也有38年 辛苦奉献服务大半人生 在即将退休之际 乡长游淑珍和18村村长们为他们举办了欢送餐会 再次感谢劳苦功高的村干事 用他们的青春年华 42年 38年 31年 奉献在我们公务生来做最基础的为民服务跟乡亲的服务 也到位的来传达我们村长在巷弄林里里面的一个服务精髓 今天特别借由我们村长的联谊会来感恩三位即将融退的村干事 希望他们退休之后能够带来更精彩更有意义的人生 也希望他们能够多回吉安乡 来为我们做义工 牵起我们后续健康乐活安养宜居在吉安的人生 我们祝福他们也感谢他们 用毕生的青春来奉献吉安 公在吉安感谢有你们 除了由乡长亲自颁证公在吉安匾额 秉政客和村长们也致政红包礼金 感谢村干事们的奉献 游淑森表示 村干事们要担任公所和村长之间的桥梁 协助村长共同落实乡镇公务执行 公立创造幸福的友善乡城 公在吉安 祝福英安健康每一天 在大 建律会吉安乡报道